整片英國國旗中突然出現幾面五星旗揮舞 中國駐英使館組織一般人馬 在大街上熱烈歡迎的 正是這次習近平特別代表 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但場合是英國已故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國葬現場 立刻引發炮轟 光是中國該不該來就引發爭議 如今網路上更流出歡迎影片 讓網友痛批中國使館人員 沒禮貌又沒人性 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倫敦亮相 還是受到當地輿論的格外關注 這次是中國近年來少有的高級別官員到訪倫敦 王岐山受到一系列關注 更是因為打扮太突兀 不管到習敏廷悼念 還是進入西敏寺參加國葬 一眾莊嚴黑衣打扮當中 只有她和中國代表 戴著印有五星旗的白色口罩 被批評對女王不敬 也讓人想起女王生前 就曾批評中國外交人員 另外這次台灣駐英國代表 也和各國元首一致 享有同等待遇 代表台灣人民簽名流言吊咽 也讓中國氣得跳腳 台灣民進黨當局利用吊咽活動 搞政治炒作 做政治文章 這種行為令人不齒 這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 又是對英國官方提出抗議 又是派發言人公開開嗆 中國在這次英國國葬黃腔走板的舉動 除了小粉紅 各國恐怕都避之唯恐不及 下期新聞 姚懷珍報導 希望菩花樂 自助代市場 我們會不斷 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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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